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會和大家討論兩單獨立新聞 第一單是討論原來有2,800個公務員辭職 並且這個數字成為回歸以來的新高 究竟為何會有這麼多人辭職? 以及政府可以怎樣做? 還有公務員是否與警察一樣 都面臨著一個應考人數下降? 甚至將來要降低標準 或提高要求放寬部分限制 令更多人投考公務員 這件事慢慢和大家討論 第二單獨立新聞 關於Google 因為現在Google的地圖居然會提供最高清的衛星圖 讓大家, 就算是我或各位觀眾 都可以將俄羅斯所有軍事措施一攬無遺 這件事真是相當恐怖 而且這件事已經看得出阿爺多有先見之名 如果阿爺當年給Google、Facebook這些企業能夠進入中國 能夠打入中國市場的話 到現在這一刻 當台灣人打開Google地圖的時候 便可以將我們中國的所有東西看完 究竟大家用Google可以看到俄羅斯的甚麼 以及背後的象徵意義是甚麼呢 待會和大家慢慢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在這裏跟大家說說公務員新聞內容 由2021年至2022年 頭九個月已經有2,800個公務員辭職 比起2020年和2021年增加了五成 辭職人數佔公務員的實際比率有1% 即是辭職人數佔公務員大概有1% 這兩件事的增幅和比例都是回歸以來最高 有公務員的工會認為 公務員現在需要面對政治和工作壓力增加 擔心近年來的投考數字會下跌 未必能夠填補到空缺 公務員事務局作出回應便說 實際上的人數其實是比較少 對於政府未來的運作沒有太大影響 最重要是能夠招聘和挽留合適的人員 如果個別部門出現了人手短缺的情況 當局亦會協助聯絡有關部門或首長 去訂立合適的方案 在這裏我都忍不住叉開去說 其實工作壓力的增加 大家要想一下究竟是莫名其妙地增加 還是說你只不過是要做回你的本份呢 即是有些傅家子弟 他們一槍身未經歷過窮未試過捱 突然之間叫他每日做2個小時 他都可以說工作壓力急增 但實際上好像各位 相信開工有時8個小時 很閒的 即是10個小時12個小時才是基本的 如果你要做24個小時 無緣無故就叫做工作壓力急增 而且公務員有時疫情出來幫忙 又說到這些特殊的例子 就好像說到 這輩子每天都要出去幫忙 搞到工作壓力急增 很擔心 即是工作壓力增加 大家不要那麼容易被這些詞語誤導 而是要去想 究竟這個增加是將你的工作 你要做的東西 去跟你的薪酬去做一個合適的對比 還是說 人工就只有那麼少 工作就要做到那麼多多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政府不對就是不公平 但現在會不會是反過來 人工就多多 工作壓力就很少 但現在叫你做多少少東西 然後在這裏 哎呀牙痛呀 哎呀政治呀 哎呀工作壓力增加 會不會是這樣呢 其實這個公務員工會 沒有在這方面詳細去著物 亦沒有去交代 究竟原先公務員的工作壓力 是比起私人市場來得要低 還是要高呢 這些說話技巧 我覺得有必要摘亂歌病 去跟大家說清楚 另外也有一個有趣的數字 就是講到2018-2019 至2020-2021年期間 有半數公務員 其實他們都是在試用期之前離開的 即是說走的 都是試用期未到的人 即不是突然之間 有很多老航磚 有很多做開東西的人 有很多打得的人走 那就不是的 即是試用期那些 你很難會將它想像為一個正規軍 會將它納入一個正規的運作力 去做個考量 所以為什麼政府都說 其實他們離開 就不是太大的影響 因為原來有成一半 都是試用期就已經走的 即是等於煩了些師兄去教後輩 就是這樣了 大家可能會想 有一半是試用期之前 有一半是在公務員做了一段時間 而選擇離開的人 大家要記起 其實每年都會有人退休 而且每年都會有些公務員 他們自己出了事 可能他們發達 他們辭職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說是否真的 政府對公務員很差 所以他們才離開 也不要那麼容易被這些數字誤導 另外在政務職系 即是說AO來說 在去年度截至12月 有39個人辭職 當中有接近七成人 即27個人是自己離開的 也是歷年來的新高 部分首長級政務官 在離職之後 會加入公營機構 例如經商局前助理秘書長 胡德英 在去年離開之後 轉入了競爭事務委員會的行政總監 其實這些 你上去差不多 你那班人 真是人才來的 其實他們反而出回私人市場 是真的有人要 真的有人欠的 即不論他們的明星 他們的中英文能力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他們任職期間 腦內所獲取的情報 當然 他有很多機密 不會說 甚麼反政府印回來 給新公司沒有 但有些機密 就是他接手過 他處理過 他看過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在這裡 你不需要印出來 由他把口說 他承認這件事 就已經是一個機密 這些就是很多機構想要的資料 所以AO們的離開 這跟政府對他們差沒甚麼關係 純粹是人才 人才未必留在政府 他們喜歡到處去的便到處去 可能是其他私人市場 他們願意出一個更高的價格 挖走別人 甚至乎 原本要賠給政府那三個月 還是多少個月的人工 人家私人市場豪氣 就說 我幫你陪你 你隨便隨便 過來教我的人做事 看看怎樣 不要那麼容易踩到法例 公司將來發展 又怎樣 不要跟政府方針調轉 那些 靠你了 AO 就是這樣去聘請人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 梁囚廷表示 對於辭職的公務員 急增不意外 認為工作環境不明朗 面對宣誓等等的政治壓力 工作壓力也增加 舉個例子 市民近年來對公務員的態度惡化 公務員也未必能做到 隨傳隨到 在疫區前線工作 他估計 想著離開的公務員 近年已經辭職 所以相信未來的數字 不會再大震 但是擔心 之後會去投考的公務員數字下跌 未必能夠填補空缺 我覺得 真的不要所有事情都怪了政治 就算沒有19年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沒有了19年 即是那些什麼 葵涌那些老鼠屋 不知道那些 鴿仔屋 是不是就會沒有了 美華事件 政府是不是第一時間 懂得去工作 而不是因為東張西望 爆了出來 才有些所謂的房屋處去做事 你解不解答到 是不是 即是不要經常把所有事情賴到政治 沒錯 政治而外國勢力是影響香港的 但是不會影響公務員的工作態度 即是你要去偷懶的 你也是偷懶 你又要去客市民的 又是客市民 即是現在有多少間公屋 還有鴿仔屋未去處理呢 不知道公務員的總幹事 又能不能面對一下 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怪政治 所有事情就是政治 所以我才做不完 沒有政治之前的事情 又是沒做過 假裝什麼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就說 有不少年輕公務員離職 移民潮也導致部分人離職 他認為新人入職的公務員 已經預計了工作環境和政治環境 所以他認為會有不少人去投考公務員 代表了政府公依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這個當然啦 幸好他最後一句是說一句事實出來 這句真是人話 葉劉也有就著這件事發表意見 他就說 近年有人不斷攻擊AO黨 再加上中央重用紀律部隊 對於政務官的士氣是會有影響的 他認為辭職人數是反映最高領導人 能否知人善任 接受下屬合理的意見 其實他也等於開名罵 他不開名我都不開名 但大家都知道葉劉在罵誰 其實這宗新聞 還有很多人都發表意見 不過為了這段影片的質量 所以我就懶得讀了 我也講講一些個人意見 其實我覺得在這些時候 會有這些新聞 是不是又是一篇類似顯稿 就是公務員希望法力 讓政府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去珍惜公務員當中的人才 希望不要減薪 甚至乎 好像看到是有少少公務員 想威脅政府的成份 就是說 你再這樣 逼走我們 我們沒有人做事 到時沒有人做事 政府就不行了 不過這些都是公務員他們幻想出來的計劃 他們想像希望可以這樣做 但實際情況就是 每一次政府去招聘公務員的時候 其實就和大家去抽公屋 去抽居屋那些根本一樣 根本每次都超額營購 根本每次都超額營購 不知多少十萬倍 說每個職位 可能是幾百人搶一個位 所以就算減薪也好 又是大把人會搶著去組 因為你工作量穩定 工作量低 然後你又容易卸進去就鐵飯碗 有很多人寧願說 人工收少少不要緊 至少我活得輕鬆自在 再不是的就是 你工作沒有壓力 令到你精神健康 那裡都是一筆財富 如果公務員真的覺得 我好厲害 你不要亂說 我應該要加工 我覺得 不要做政府 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辭職去私人市場 不是開玩笑 如果一些人 特別看得起自己的人 他們想辭職的話 真是辭職 大把人瞄著他們的位置去做 我自己就經常在說 哎呀公務員不做事 懶散等等 我是有這樣罵過的 但反過來 如果我有辦法 我去做公務員 我可以成為 偷懶魔魚的一份子 你覺得我會不會去做 我一定會去做 我也不明白 現在私人市場這麼萎縮 哪來抵氣 覺得自己辭職 到外面的世界更廣闊 我做公務員 最多賺三萬人工 出到私人市場 我十萬一個月 有時不知道他們哪來的自信 我有一個朋友 小我兩年 他在兩年前 正式成為公務員的一份子 我還記得當天 他很開心地跟我說 正呀 我之後人生可以起到65歲 結果如他所願 他都起了很久 到現在疫情 他偶爾跟我說 哎呀 要上班 哎呀 回到家 只可以回到三天 只有一天回到家 哎呀 沒得在家裡抗疫 很慘 如果還要我這樣上班 我覺得壓力太大 考慮辭職 我當然知道 大家私底下朋友 說笑 當大家看到私人市場 是怎樣 你哪有可能辭職 所以我經常跟他說 喂 不要呀 你人才來呀 留在政府浪費了你 你努力點出去闖一下吧 年輕人 你到時 喂 你現在兩萬幾個月 你出到去 只是頭三個月 你已經四萬了 每次說到這裏 大家都是傻笑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 其實公務員 是一個很好的溫床 特別是說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 即是說 哦 原來你是有一個很堅定的意志力 你是一個極度勤力的人 又或者你是一個很聰明 真是比起其他人聰明的人 那你就可以離開政府 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 但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平庸的人 就不是很笨 但就不夠其他人那麼厲害 努力呢 又沒有別人說 可以一天做十五個小時那麼勤力 睡覺都會特意開響機聽老闆電話 那些 那就做公務員 只要你犯的錯不是太大 你不會激怒到客人去補冬張西望的話 那也不會燒到自己的 而且就算客人去補冬張西望也好 公務員總是有辦法去神引自己的 而且最多就是被人笑一下 都不會令到自己沒有一份工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時候這麼有底氣 就覺得你再這樣我不做 你就不要做 真的有很多人搶著去做 如果有合適我的公務員職位 而且工資有好一點的 我也想去做 到時在政府那裏 八個小時 實際上只有兩個小時做事 剩下六個小時 自己就可以休息 看看新聞 嘻嘻 去到差不多收工的時候 都休息得差不多了 精力充沛就可以和大家拍片 而且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都已經做好資料的搜集 甚至乎連稿都打了 不過如果真的做到公務員的話 就做不到一日三條片 其實說到這裏 公務員是沒有什麼資格去妒忌警察 為什麼大家加工要分兩條隊 因為公務員和警察真的兩個世界 我作為一個曾經做過輪班行業的人 亦都是做過驗戶性行業的人 我是相當明白 即是一份工作 他只是輪班 或者他只是驗戶性 其實都已經篩走了很多人 但是警察是說這兩件事 加在一起之餘 還需要加上你要有體能 所以為什麼警隊講極 或者不夠人 現在你稍微有一點體能 有手有腳都請 就是因為這份工作要求高 太辛苦 但是公務員真的沒有資格去 擔心沒有人來投考 因為就是這樣 只要你學力夠的話 其實你懂得呼吸 稍微懂中文 講一下廣東話 那你都能進去做的 那些人叫你處理的 那就浪高電話 因為這些都不是我說的 是很多觀眾都跟我說 懂得哪些公務員 一回到公司第一件事 浪高電話一小時 吃完早餐才慢慢聽 有空就聽 而且疫情期間 大家打電話的時候 都遇過不少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看這條片的公務員 真的覺得自己是人才希望辭職 別想了 讓位置 讓多些機會出來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加入政府 而且公務員減薪這件事 也會令我想起 其實國內現在 有很多的教師和公務員 他們都在減薪 至於將來公務員 會不會減薪呢 我覺得都需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關於李家超 因為他接下來 7月1日接任的時候 但大家看到 李家超的說話 和公眾的表達 都是說他很認同 現在公務員的付出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會不會就是 新官上任 就先派堂 不會減薪 最多就動身 甚至乎有機會加薪 我覺得不奇怪 因為李家超接下來路 都說明是希望去改革 公務員的體制 或者相關的架構 在你做大刀闊斧的改動之前 你說要去派堂 收買一下人心 我覺得是需要的 或者他們覺得是需要的 接著就跟大家說說 第二則新聞 就是關於Google的事情 世界各地都會有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都有屬於 他們的比較敏感的資料 當然敏感的資料 絕對不會在公眾平台顯示 以往Google Map 在一些國家的敏感地區 是會打格仔的 又或者以前也有些 有趣的新聞 就是Google Map 在拍照的時候 突然之間拍到別人 甚至乎拍到別人 在家裡做些什麼的時候 你去匯報給Google 他都會幫你打格仔 現在是說 原來有時候不小心拍了 侵犯到你私隱的話 你都可以通知他 他都會幫你打格仔 連一個人的私隱都會保障的時候 但是 去到4月18日 Google Map 突然之間解除俄羅斯的遮蔽 全世界的用戶 都可以用一個高清的解像道 可以看到俄國的軍事措施 包括戰略設施的衛星圖 各種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井 指揮所 還有秘密試驗場等等 說到這裡 真是覺得阿爺很有先見之明 我承認在我中學的時候 小時候和家人上去內地旅行的時候 我會因為自己用不到WhatsApp 看不到YouTube 用不到Google的相關服務 我是會覺得很麻煩的 但是 對比起我們個人來說的麻煩 與國家安全和國家機密 去做一個對比的話 真的完全是不足掛齒 當大家想想 究竟中國如果有什麼特別措施 眾多的按鈕 如果是Google拍到的話 那我們還得了呢 即是說 將來我們想著 如何應對台灣事件的時候 說我們每做的下一秒下一步 全部都被人看到了 那這些哪裏叫打仗啊 對吧 還有現在2022年的戰爭 你要摩就是一個的炸彈 就搞定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就是派一些飛機 去軍炸人家的軍用措施 等人家沒有還手之力 那你就等於贏了 就像俄羅斯那艘戰艦一樣 又是結合了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去幫忙 最後便可以成功炸到俄羅斯那艘 回轉 將來中國的戰艦出了去 如果真的有被Google打入市場的話 可能就是輪到我們中國的軍艦戰艦 就是被人去軍炸 到時還沒有仇報了 即是現在美國是故意給俄羅斯壓力 就是跟俄羅斯說 我現在不單止要經濟制裁你 甚至乎現在連你在做什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全部都可以告訴所有人 即是平時很喜歡去玩 人權、自由、平等等 但一旦矛起上來 不要說是私隱 國家機密都和你放在網上派 但是身在香港的我們 暫時的確是沒有辦法擺脫到Google的控制 正如現在大家看到的YouTube 用的Facebook 其實全部都是來自於Google 以前也有些人會去笑中國 就說 你一早被人進來 就有錢大家一起找 你為何自己又要搞個百度 又要搞個Bilibili 學人搞科網這些東西 因為特別是初時系統 沒有別人寫得那麼完善 即是當時那些網站 是有些不好的漏洞 對於用戶的體驗不太好 但去到現在 我們根本發展就是相當完善 甚至乎已經超越了別人 初時不停的聲音質疑阿爺 甚至乎覺得阿爺是愚蠢 為何會這樣 這麼浪費 但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即是當俄羅斯接受Google之後 結果現在就什麼都被人看到了 幸好現在不是有什麼軍隊 要去傷害俄羅斯 但俄羅斯一旦有下一步的動作 你全部都可以看到 甚至乎 你看到他那邊動 你已經可以猜到他下一步想做什麼 那你就可以提前通風報信 又可以去整定一些陷阱 其他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自己就會去想 究竟中國那一方面 會有什麼回應呢 我相信這條問題 其實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當中 一定會有記者會去問外交部的發言人 你怎麼看呢 谷哥公開俄羅斯的事 擔不擔心中國的內部機密都會被人公開 我自己都很期待 究竟外交部的發言人 會怎樣去回應這些事情 還有就是究竟普京會怎樣去回應呢 因為在這段時間裏 其實普京都說了不少說話 不過暫時還未去回應Google這件事 因為可能比較新 這幾天普京就說過 西方的制裁戰 俄羅斯已經頂著莫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的閃電經濟戰已經宣告失敗 可能就是因為普京說了你們的經濟戰失敗了 所以現在就轉打科技戰 還有就是很多社交媒體都封鎖了俄羅斯的IP 不再給俄羅斯人去使用 令到他們的國民 特別是年輕那一代 就陷入於一個恐慌當中 希望透過值了這麼多年的毒藥 精神上的毒藥令到他們脫離不了 現在就很多人的情緒很不安 甚至乎有些人說為了上網的時候 都會去組織一些遊行 就說你投降 我要用Facebook 我要用Youtube 我要用什麼什麼 中國一早搞了自己那套的串流平台 搞了自己那套的系統 就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去接收到坊間壞的訊息 還有就是說 不會因為他們 就可以貿貿然公開了一些在中國的國家機密 還有一件事是很好的 就是TikTok的問題 因為TikTok就不單止在國內 甚至乎是由國內延伸至國外 有很多外國的人都很喜歡TikTok 還要說到厲害到 厲害到要被外國打壓 其實這件事就等於 那些英國美國企業 他們把Youtube、Facebook 扣了下來香港一樣 沒錯 大家都是受害者 但短暫性來說 大家是撇不甩 對於它的依賴性 很多人聯絡 用E-mail都是用Gmail的 那些Google Drive 那些 其實各方面都在綁住我們 現在國家就不單止是說 抵禦了外地入侵 相反 TikTok還可以邁向世界 還要邁向到被人制裁 還有一隻中國的手機遊戲 叫做完神 吸了很多外國人的錢 令到很多外國遊戲商都害怕 因為往往只有他們 打入中國市場去吸我們錢 但原神是說 吸外國人的錢之餘 還要吸到連日本 連其他國家的錢 吸到這個遊戲 已經變成暫時營收第一的手機遊戲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